大家好,我是高宣敬拜队的其中一位领事Gigi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做《更深爱你》 在《更深爱你》这首诗歌里面 一开始就用《耶稣问比德,你爱我吗?》这句歌词 这首诗歌都会令我去思考究竟我自己有多爱耶稣 而我们又怎样才可以更加深爱我们的主耶稣呢? 我想去建立一个和神更好的关系 一定是要我们都认识创造我们的主 透过看圣经认识神是很重要 因为透过神自己的话语 我们会更加了解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们都可以和神聊天,可以赞美神 也都将我们所有东西交托给神 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 其实人生都不是一泛风顺的 神都会藉着我们的人生不同的经历去塑造我们 让我们慢慢建立对神的信心 很多时经过这些人生的识练 就会让我们感受到交托和信服神 是可以带来超乎人想象的平安和安慰 而我觉得这种特别的平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算我们已经信了一段时间 都和神有些经历 但我们或者都会好像彼得那样 都会有失信 都会有跌倒的时候 其实和彼得一样 我们都有一些事情拦阻我们去爱神 会不会我们都很害怕 很忧虑呢 会不会我们都是靠自己多些 爱我们自己多些 爱世界多过爱神呢 但神就是不离弃我们 祂永远都会在那里等我们回到祂那里 也会藉着我们的软弱 藉着这些经历 去兼顾我们对祂的信心 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心去寻求上帝 有一个很想去和神建立好些关系的心 愿意大家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都可以思想一下 我们现在有些什么是阻隔了我们 令到我们不可以像小朋友那样 很单纯地去爱住呢 可乐 可乐 紫write 和天 氏 realized